一直在加强的鲜明在经历一次削弱后 彻底从决斗场中消失了 这样的改动幅度明显也不太合理啊 不过好在之前情报会中 策划号码港有提到 鲜明和百豪鹰这类削弱后强度下滑明显的忍者 后面还是有可能会再次改动的 只是当初策划号码港口误说成了金明和百豪鹰 后面真白线下问了一下确认是鲜明 鲜明这个忍者的技能核心就是先人模式减少CD 然后开启第二段奥义可以接到技能 本身的双技能强度不算太高 但奥义吸附的范围确实离谱 上次改动削弱了奥义吸附 但也取消了先人模式立刻减少CD的设定 正常第一轮拿满豆开先人模式再开奥义好像也还行 但后面就会感觉出差异 现在的鲜明也不是说完全上不了场啊 回合制打伤害也错过能用 但不加强肯定是没完成主流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鲜明的实战效果 再来看一下这个鲜明的实战效果 鲜明的实战效果